因為阿寶之前 他自己也有確診 他就說 家用節不管什麼醫院要 你就買給他們 然後他就給我一筆錢 寶姨有喔 小艾絲你還沒有喔 哈哈哈哈 家用節一週末八百萬 在出手捐神器就台灣早產兒 也許我就是後面有個光環 或是翅膀什麼之類的 我不知道 那就來試試看吧 然後我老公就想說 天啊可以不要再染試了嗎 你可不可以停 防疫女神賈詠傑有出手啦 不只募資捐贈救命神器HFNC 這回還準備了新的醫療器材 新生兒急救俗醒器 希望早產寶寶們都能健康長大 去年募資至少1.51台幣算款 最近他還正式成立協會 讓老公超級擔心 一直到協會的那個公告 要正式的出去的時候 他說這是你一輩子的承諾 你確定你要這樣做嗎 我就告訴他說 這不是我一輩子的承諾 我說我跟你 我都不會承諾一輩子的 本來就是啊 我要做這件事 我只是想當下把這件事情做好 我能做多久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沒有要做一輩子 對我沒有這個承諾 然後他就翻了我個白眼 我其實真的本來是很想很震驚的說 譬如說永結童心之類的 我女兒聽到就說 拜託媽那超老派好不好 誰是永結童心啊 當然是要跟智琳姐姐拼啦 好他是智琳姐姐 我就是永結美少女 怎麼樣 啊 跟小孩子都一樣 很愛跟智琳姐 真的 到底為什麼 你是被他傳染的事 徐怡定一直都是我最忠實的 應該是說公益好搭檔吧 其實就在兩三個禮拜前 他才跟我一起捐了一整大批的口罩 出去N95 我想說讓他再存一下錢 因為阿寶之前他自己也確診 他就說 江洋姐不管什麼醫院要 你就買給他們 他就給我一筆錢 寶姨有喔 小艾絲你還沒有喔 這到現在金額還算嗎 蠻好的 差不多有800萬 我們是買了28台的 高流量的那個 兒童的呼吸器治療 另外還有 小兒的管線 捐得多少 18家醫院 一桌就18家了 是 那接下來我們也會跟 像是第三方支付 這樣子合作 所以你的所有的金流帳款 都是很明細 都是很清楚的 我沒有要讓那個錢停留 在存款部裡 就是錢進來我就把它 我就我就出去了 因為我的協會 其實沒有任何的營運成本 兩個會計,一個是婚紗店的會計 一個是我老公公司的會計 那你現在婚紗店的身衣還OK,還算... 就好險他們現在也比較嫌 不是,什麼叫好險是... 像美編的部分,之前是我本人 但是後來幾次被打槍 就是有網友說那個什麼字體不一樣 天啊 其實我個人只在乎我的照片漂不漂亮 那你的善心有沒有遇到一些 就是想要濫用你的善心的對象 比較不可思議的就是請我幫他繳房貸 利用就是阿姨不想努力了 還有說什麼農地變更 想要賣給我的 老房子要改建的 哦 敢不敢買草地